父亲节即将到来 而彰化有一名父亲 因为婦人女儿长期饱受喜慎之苦 决定要捐出一颗肾脏 让女儿获得重生 两个人是历经四个小时的手术 终于在今年父亲节前夕 完成捐赏给爱女的心愿 而父母父女两人呢 现在健康情况稳定 也一起回到医院 感谢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 父亲节前夕 黄小姐在医护人员的践刃下 送上鲜花给她最爱的父亲 表达感谢 因为三年多前 黄小姐感冒长达一个多月 病情未见好转 就诊时检查出感染了肺炎 住院治疗 进而发现她的肾脏也出了问题 紧急转入家户病房洗肾 而一洗就是两年半 洗肾的过程中 黄小姐也把工作给辞掉 专心洗肾养病 不过还是未见好转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点想要放弃洗肾 其实爸爸那时候知道就是 我们才开始正就是开始比较积极的去询问活情移植 父亲因为不舍女儿长期饱受洗身之苦 因此决定捐出左肾给女儿 两个人也在父亲节前夕 历经了四个小时的移植手术 手术相当成功 父女俩的健康状况 如今也恢复的相当良好 在每个家庭如果遇到的话 长辈应该都会跟我的想法一样 他除了洗肾的折磨和疾病的痛苦以外 有将近一半人在五年以后就已经过去了 那反过来如果是活体肾脏移植 移植成功的病人 五年的存活率有九成以上 医师表示洗肾的病患 前五年的存活率只有一半 最重要的还是要等待健康的肾脏做移植 不过在台湾 活体肾脏移植几率相当少 最常见的还是父母亲 虽然捐出了一颗肾脏 不过在黄爸爸的眼中 能看到女儿健康